華蓮太魯閣國家公園 清水斷崖觀景臺 最近發現有遊客爬上了懸崖邊 圍牆上拍照 雖然現場都有樹立 禁止攀爬的告示牌 但還是有很多人都視而不見 來到華蓮蘇花公路 從德隧道出口的停車場 堪稱臺灣八大奇景的清水斷崖 就在眼前 不少遊客拿出手機相機 想要拍下這壯麗的大山大海 但就是有人不怕危險 硬是要站上矮牆圍裡邊 你們會不會擔心掉下去 也還好不會 沒看到告示牌是不是 沒注意看到 此外 因地層下線而圍起來的觀景臺 明明就有拉封鎖線 但就是有遊客要硬闖入拍照 絲毫不怕會掉下去 沒有啦 是我只是說 那邊角度比較好看 會不會擔心這個圈 會 也是會 只是有時候為了這個就跑過去 泰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表示 其實現場都有設置 禁止攀爬的告示牌 但因為沒有罰則 所以就是會有遊客當作沒看見 曾經還有人因此掉落山崖 不過也有遊客表示 告示牌設立的地點不清楚 所以才會沒有看見 泰管處表示會加強告示牌設置 也呼籲遊客千萬別冒險 發生意外 可是無法國賠 記住我們家開 歡迎報導